有了朝廷的支持 乌雪岩在京城的前中开得如火如荼 跟政客们打交道 却又处处如履薄冰 再加上李鸿章为了与所宗堂争夺造船厂的置办权 也亲自来到了京城 暗中周旋 那么乌雪岩是如何在复杂的政治势力中 握拳获利的 为了在京城扎下根呢 乌雪岩不是如何传播自己名声 打通朝野上下关系的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为我们带来系列目 曾世强凭乌雪岩 敬请收看第八集 续得仰望 一般人做生意 他只看到银子 来 去 他其他都不管 雪岩不是 在京城开钱庄 我们如履薄冰 你知道是哪些人来存赢呢 哪笔银子背后 又有埋伏 雪岩他很注意 谁来存的这个钱 并不一定那个马来的人 就是这个钱者的主人 银子可能背后还有主人 那背后那个主人 他为什么把钱存到我们这来 他的目的在哪里 都是他研究的对象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他跟一般商人不一样 他的正商关系比较复杂 在京城开银柜 更重要的是 可以听朝里的反应 关朝外的动静 承想啊 干钱庄这一行 不知这点是不行的 看起来 这商无关 有了关 也不安 城墙的感触啊 也是很真实的 我们不跟政界打交道 我们生意能做这么大吗 但是一旦跟这些官员 绑在一起的话 那很麻烦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之间啊 逗来逗去 很可能就伤到你的吧 所以做生意的人 一定要记住 当你的商业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离不开政府的政策 所以你必须要跟政策相配合 你一定要跟政府合 但是 你不要动脑筋 想从政策里面得到什么好处 越现越深 因此呢 大家都保持安全的距离 无论你是从企业 还是从政府 共同为老百姓谋福利 这才是震荡的途径 有一天的伯木时分 刑部尚书文玉 亲自来到富康前撞 你就是胡雪原 在下胡雪原 给大武器 我们都知道 胡雪原在当时 已经相当有名气 文大人 他也是九胡雪奇人 他对他也很好奇 也想来看一看 你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是什么的能耐 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发展 但是最主要的目的不在这里 因为文大人有一些钱 当时当官也不可能说没有钱 他总有一些钱 这个钱老板在家里面也不是办法 想放在钱砖他也不敢去放 因为一放走路消息的 如果传到西太后耳朵里面 西太后说你那么有钱 那不糟糕了吗 所以他来打听打听了解状况 然后才决定是不是要把钱存在钱砖里面 文大人他一看很放心 他就把钱就放在银行里面 胡璇玉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会比人家更多的利息给你 而且你随时要都可以 文大人马上讲 行不上述不可执法犯法呀 按锡而定 不可多虑 好 那就多谢了 你看两个人一来一回 已经建立了很好的默契 这是非常难得 送走了文大人 胡雪岩听到远处传来的曲声 顿时来了兴致 想去走走 而他的心思被城墙砍破 冯家 出去走走走 直播者柳香里 血缘呢 其实他的本质是性情中人 所以他经常会讲一些真情流露的话 像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 这句话也没有过分 因为你看城墙他是百分之百 站在血缘的立场来考虑事情 这是城墙很可爱的地方 老讲老板跟干部有这么好的默契 是双方面都要努力的 血缘和城墙二人来到有名的八大碰碎花楼外 对不起 对不起 咱还是回去吧 对不起 城墙 别开见 血缘呢 他在忙碌之余 当然也会想到说 放松放 就好像现在的人 下了班以后 那想去唱唱卡拉OK是一样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就跟城墙讲说 晚上我请你喝酒 那城墙当然说不行不行 不敢不敢 我觉得 城墙并没有自己认为说 我跟你是老朋友 是老同事 又是老邻居 我还经常帮你们加忙 他没有这样想法 因为此一时也 彼一时也 如果城墙这个时候还跑过去拍拍弧弦的肩板说 好啊 早上割凉 晚上就乐一下 我看就完了 就完了 老板可以很轻松 可以很亲切 干部还是要首分 这样老板才可以很放心的对你亲切表示他对你的器重 要上脆化口其实不是完全找乐子的 他看到一个小孩子跪在那里 脸上还受了伤 哭哭啼啼的 他一想 这个是好对象 不是说取回来的好对象 而是把他来做自己广告的好对象 你想想看 一个人把一个人救出火坑 他会去传 传到最后你就是到上人了 你不够花这么一点钱 你可以不到很好的名声 有什么不好 雪原他是时时刻刻想打广告的人 可是他这个打广告不是做假 不是虚张声势 不是想矇骗客人 他不是 他是想我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来做我的广告 他知道 一个人当你在社会上 你的名望越来越高的时候 社会大众对你的信任感就越来越高 然后你要做什么事情都比较方便 他虽然没有说出来 但是他对这两个字是很有心得 叫做仰望 一个人的声望 是要靠自己不断地去培养 而不是说临时你就可以得到什么 雪原给被他熟出的女孩重新取名为海棠 并让程翔给海棠一些银子 打发他回家 可是第二天清晨 许言看到海棠正在打扫 程翔啊 我搭救他为什么 就是为了传出去留个名上 是 你这么着不让我留骂名 这是北京 不是上海 雪原说这是北京 不是上海有什么用意 陈强 他认为 我们开墙砖 不必每天那么紧张 他认为 北京跟上海一样 把上海那套方法 到北京来用就行了 会不会那么计较 但是 雪原的看法不是 你在上海 你顶多是不知道谁比你有钱而已 可是你到了北京 你就要提高兴趣 你永远搞不清楚哪个比你官大 雪原他有这样的意思 陈强没有 海滩为什么不想回家 他不是不想回家 天下有谁不想回家呢 尤其吃尽苦头以后 能回家 那是求之不得的 他是知道 他回不了家 因为二势力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有时候想一想 陈强也是对的 只不过他是歪打正着 雪原反而 顾虑得很周到 想得很完美 事实上也不太切实际 安排一下吧 很多事情 他有明的一面 就有暗的一面 有看得见的影响力 就有看不见的影响力 有社会的正义 他就一定有邪恶的势力 我们只能够 具取老祖宗的教训 防人之心 不可无 害人之心 不可有 正当胡雪岩和柳承翔 在竹笼夜 胡雪岩无意中 看到李鸿走了过来 便急忙转身避开 因为李鸿章一发现 雪原杀他 他马上会有行动 最起码他会 做得更加隐蔽 后面事情让你摸不透 雪原必须要高度的谨慎 来保护他自己 不让他被对方发现 我总觉得李鸿章一进京 肯定是出了事 李鸿章 是左宗棠最大的竞争对手 他们这些人 轻易不能进京 否则的话 如果有人密告说 李鸿章带了部队来 要造反了 那怎么办 所以李鸿章进京 雪原马上想到必有大事 可是他紧张是紧张 他做了一些事情 这个非常重要 很多人紧张到 什么事都不做 那就白紧张了 那有什么用 他紧张是提高解决 嗯 这个人来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 他马上派人去问李莲英 东亚 见到京城堂的人了吗 见到了 李鸿章至今还没有进过宫 就算问不出什么明堂来 最起码也通风报信 让李莲英知道说 李鸿章来了 将来大家 关系会更好 因为李鸿章会知道 你做明堂的人 把他当做自己人 雪原交代 朝野上下要有交往 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 他知道自己的处境 跟一般的商人 跟一般的商人不太一样 他已经越来越走进了 政治圈 他越来越变成 两股势力 绞尽的一个夹性饼干 他必须要自保 否则他会变成无谓的牺牲品 所以他意在交代 朝野 不管山下 有任何风吹草动 你们都要告诉我 我好综合研判 才知道 我该怎么做 胡许言这边 打探着李鸿章和朝廷的动向 而李鸿章和丁日昌 来到京城后 首先便去拜访了六王爷 六王爷是亲阴的 虽然大家都是跟外国人来往 有些人亲阴 有些人亲法 他知道 左宗棠找法国人要造船 他马上想到 我找一个亲阴的人 想办法去阻挡他 所以他就去看六王爷 反正快吃午饭了 他就从外面 叫一桌饭进来 李鸿章 他为了抵制法国人 就点了一套 英式的大餐 这样你不用说话 六王爷就心知肚明 叶毛子进宅 无事不来 你怎么没办一桌法式大餐啊 老讲我们要去求一个人 要把信息提供给他 帮助他了解自己 如果你用名讲的 也许他不高兴 所以现在 透过他自己的安排 让六王爷 一眼就看穿了 我觉得 这是很高明的策略 一个人要对方比你高明 你才会受费 你老是显得你比人家高明 你是受害 一般人是不了解这个状况 老觉得我聪明 我就跟他表示 有些年轻人都说 有能力不表现 就等于没有能力 这是废话 真正有能力的人 他是不会表现的 他把他的能力 让对方去表现 对方一定很感谢他 一定帮他忙 两江总督 不是还空着缺吗 对 你先把位子占上 再想法让左宗棠挪窝 左宗棠身为敏哲总督 设防千海江 正是当朝忧患之地 一时半会儿的 他能挪动吗 沙俄以穷兵独武 吹简一笔 除了他左宗棠 还有谁比这更合适的呢 红章毛色顿开 感恩不尽 六王爷 使李鸿章毛色顿开 是真的吗 是客套话 不是真的 李鸿章 他是做好全盘计划 他来执行的时候 一切如他的意 最后达到他 意期的效果 他是最大的云家 这样 他以后就很麻烦 所以他就把所有的功劳 所有的表现 都归于六王爷 他这个是了不起的 随后李鸿章和丁日昌 来到胡雪岩 曾去买过古董的论古斋 李鸿章也要送礼 你大 还有人比你更大 我们中国人常常讲 天外有天 人上有人 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老板 受礼之人 与你有情如何呀 诛我生死 定我前程 哦 古董 李莲英 托自己卖的宣德卢 拿了出来 二位爷 您上演 宣德卢 对溜 我要了 多少钱啊 足色文银 一万五千两 妈 这么贵 您能否实在点 丁日昌听到宣德卢那么贵 要讨价还价 合适吗 很多人都说 中国人讨价还价是坏习惯 我是觉得 我们连讨价还价都没有了 那就糟糕了 那卖的人就是 一看有人买 他就提高交钱 一看有人买 就提高钱 他随时可以占价 那社会就乱了 那商人就更没有良心了 中国没有 连一块他都讲 我毛可以不可以 这样会使得商人 不敢任意占价 一块都在讨价还价 你敢占一块我吗 他有压制 抑制物价上涨的一个功能 很多人没有看出来 第二个 杀价还价 才表示我要买啊 我不买 我讨价还价干什么 所以会讨价的人 才是有意识买的人 也是帮助那个商人 集中注意力 来跟这些潜在的顾客 打 第三个 货比三价 你才不会吃亏上当 这些都是真理 有什么不好 但是 丁日昌 看到宣德鲁 他还是怎么那么贵 那就表示他根本没有见过世面 可见任何事情都有例外 任何原则 当你应用起来的时候 你都要小心 他是有例外 你选的 你选的都爱买就买 不买拉到 你讨价还价就表示你没有见过世面 弄的连理红张都没有面子 丁日昌经常是 表错情 做错事 但是他的 层次是到这里 你又能怎么样 老板接过银票后 一看是观银 马上笑诛眼看 您的这张银票 虽说是观银 可是 我要拿它到 胡雪岩胡先生的 蜀康钱庄去对换 不但可以换成现成的银子 而且 还可以再给我 二厘的印象 李鸿章听到胡雪岩的名字 非常不高兴 他心里想 你这个胡雪岩 你为什么不到我这来 你偏要到左中堂那里去 刚开始他是不以为然的 你左大人 怎么可以跟这种人打架道 可是后来越来越发现了 就觉得丁日昌 简直不能跟他比 所以几次就是 骂丁日昌 就表示他心里头 巴不得有一个胡雪岩为他所用 可是现在形势已经造成了 你也不可能去挖 胡雪岩也不会过来 那怎么办 那就看到他就讨厌了 李鸿章走后 论古斋的老板拿着银票 来赴贤庄兑现 血岩看到银票后 猛得已惊 你看两个人慢慢变成死对头 李鸿章听到胡雪岩就不高兴 可是胡雪岩呢 他吓一跳 他到底买了些什么 他紧张紧张 是他买了些什么 他为什么买这个东西 他问谁 我要怎么办 各有各的思路 谢谢 李鸿章如愿以偿 顶了两江总的缺 两儿 胡雪岩随后的一个举动 却着实让李鸿章 灭了一把冷汗 那么 在得知李鸿章生殖后 胡雪岩究竟采了怎样的心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 胡雪岩去二房的消息 还是传到了杭州老家 此时又会在胡家 献起怎样的风波 敬请收看第九集